欢迎收看113年9月25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龙德新路上的百货卖场 因为日前大雨造成交通大堵塞 尤其是在停车场出入口 等待出场的时间竟然超过两个小时 市府交通局已经着手调整红绿灯的时间 高雄市区随处可见涂鸦客和贴纸客的随意行为 让市容环境面临挑战 不仅破坏的创作品修复上也有困难 而贴纸乱贴在电箱电感上 甚至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左营龙华市场内有家面店 另家的鲜虾回顿面是选用整尾白虾 为了让顾客吃到虾子的鲜甜 不仅选用爽脆的小白菜和豆芽菜做配菜 连烹酒的时间也有所坚持 新闻首先来看到高雄市社会局 办理凯米台风淹水补助 因为承办人员作业疏失 造成大约有600户的民众 重复领到补助金 社会局是和里长合作 在里办公室注点 请民众缴回重复播出的款项 虽然承办人员很有诚意地为疏失道歉 但民众还是不免抱怨 有点扰民 李明来到里办公室 缴回重复播款的5000元 凯米台风淹水未注金 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市多处淹水灾民 纷纷申请补助 社会局却是忙中有错 重复播款到部分申请账户 因此派发通知单 请领到重复款的民众 在约定时间到里办公室缴回 民众抱怨是二次受灾 继续受灾 第二次受灾 你看钱会进去 我们还要去提领出来 然后还要到里长这边来讲 是不是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你还是今天有空 没有空的人就更麻烦 对啊 很多人都去上班了 对不对 为了要加速 就是民众可以赶快 获得补助款 可以加速恢复家园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过程稍微有一点舒适 那有一波了 大概六百多户左右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陆陆续续 都请公所里长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注点在里办公室那边 那就是请里长协助 跟里长一起去加户访试的时候呢 去说明 去收回一波款 那目前已经有大概五成的民众 已经陆陆续都缴回 造成大家的麻烦 不方便的话呢 也真的很抱歉 社会局约聘雇人员到现场 与民众说明 是因为不熟悉Excel软体导致 民众是释然很多 但也不知是哪里又出了状况 同一里的里民 还收到两种不同时间的通知单 之前还曾白跑一趟 但通知单21号 我来一次了了 所以是21号你已经来过一次了 对啊 我来过一次了 那今天再来不是很麻烦 没关系啦 反正这不是我们该有的 还是要还给人家 为了便利民众还款 除了里办的住点时间外 也可以在平日上班时间到区公所缴还 社会局之后会加强内部管控 设置公版系统 避免再生人为错误 让里长方便说明的话 那主要是以里办公处住点为主 那之后的话 如果民众他方便的话 我们也可以开放多元的一个交回方式 那就可以请民众的话 洽社会局来询问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会尽量减少这样子的错误 那未来的话我们也努力朝向 就是说可以有一个 就是公版的系统 或者是说公版的一个流程 那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筛选机制 那可以减少疏失 社会局更提醒凯米灾户 抓紧9月30日前完成淹水救助申请 若是预期 未住金可能无法请领 可得注意 记者吴沛山高雄报道 隆德新路上的百货卖场 日前因为大雨造成交通大堵塞 尤其是在停车场出入口 等待出厂的时间 竟然超过两个小时 市府交通局 已经着手调整红绿灯的时间 百货公司则希望民众 多加利用临近的停车场或轻轨 来缓解交通压力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委外 就是那个交通局 叫我们来改 交通局叫我们来改 卡在如果这边出来 这边就是会转开 因为可能尖峰的时候比较多了 承包商调整着灯号控制时间 希望减轻位在 隆德新路上的百货卖场 七级车停车场出入口 塞车星星 而变换红绿灯时间原因 在于日前的一场大雨 周边道路不仅再度塞爆 甚至有民众在停车场内 等了将近两小时还没出场 我们这边要下百货公司 假如万一下不去 这边堵住的话 红灯堵住的话 这边就被塞住了 然后再上来这边 就刚好一个红绿灯 刚好一个红绿灯上来 上来这边就整个 过不去也是会堵住 包括假日 礼拜六礼拜天 比较会堵 有关异想天地 停车场离场久后的问题 交通局警察局还有业者 已经办理过相关的会刊 会刊后业者已经也进行了 相关的检讨及改进 及提出多项的疏导措施 云落包含优化停车场 它内部的动线 落实假日满场的导引 加派一交在周边的道路 加强进空的疏导 那假日的商场周边 我们浩子也采用 尖峰的时段的秒速运作 并跟辖区的景意交 共同协助维持交通的顺畅 实际观察一般日 融得新路到百货卖场的车流 还算顺畅 停车场外也有保全人员 进行导引 但经过测试 停车场出口等待红灯时间 将近有一分五十秒 高市府交通局 对此也做出回应 这次因为下雨的关系 约多出了200到300辆车的进出 进入 那也出口后往西的 因为右转的车辆较多 那影响了出口的效率 那我们会督请业者 持续来对于停车场 进出相关的运作 还有景意交的人力的部分 来持续来加派 来疏导 让停车场维持顺畅的运作 另外百货公司也对外表示 因当日全天雨势较大 多数民众出行以开车为主 而在下午四点后 为离场高峰期间 为了加速民众离场时间 调派有20名人力 进行动线指引 加速离场效能 也鼓励民众 多加利用临近的特约停车场 分散车流 或搭乘大众轻轨运输 来减少交通负荷量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左营区明华路和复明路口的人行道设计 让当地民众超傻眼 大约只有短短五步路 转个弯就被整排的机车停车格给挡住 行人还是得走在车道上 民众向里长反应 希望能够改善这样的设计 让行人的用路安全更加完善 七项绿色标线的人行道理论上 应该是给行人步行使用的 但居然有驾驶直接把车子停在上面 这里是高雄市左营区明华路 与复明路口的人行道 近期就有民众向当地的里长反应 人行道的设计让他们相当困扰 因为转个弯还是得走在车道上 该路段在上下班时间的车流量非常大 让附近的住户都觉得非常危险 走出行人道之后 那个人走到马路上 比较容易被机车碰撞 大家觉得蛮好奇的 因为蛮抢眼的 那就来走走看 没想到走到这边 一转弯过去就撞到机车停车阁 那民众就大骂了 就说我按着这个标线走 怎么会一转弯就撞到机车阁 没办法行走了 你要我叫我接下来怎么办呢 去跟机车强盗吗 这样子就一直打来反应 一直骂这样子 仔细看这个路口的设计 标线人行道只有短短几步路 民众转个弯就是整排的机车停车位 这样的设计让民众直呼真的好危险 加上机车如果要右转压到人行道 对行人而言用路安全似乎没保障 那你让了行人 但是有时候一下子没有注意 就撞到 你行人应该就是要走棋楼了 这重要的地方本来就有棋楼的地方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比较好 因为你这样子我觉得 是会造成一些危险性 因为如果说有什么车子转 都会可以靠边 那我们跟交通局讨论过以后 就是因为这块这个地方 这个路口比较特殊 就是未来这个空地它会施工 那这个围墙它会拆掉 会去做施作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里如果短期间再去做改变 其实对民众的权益损失会很大 因为这里停车位移位难求 所以要请大家多忍耐 等它做好了以后就会有棋楼了 这个衔接就会有棋楼可以走 或者是有人行道可以走 就是等这块空地它盖好了 那它不会盖太久 因为它只有盖两楼 附近其他三个标线人行道的设计 都可以衔接棋楼或者实体人行道 我有这个路口是转弯刚好会遇到车道 加上人行道后方的建案正在施作中 在地的居民也盼望施工完成后能有安全的用路环境 不必再和七机车针道 记者周福庆陈英军高雄报道 左营最滑路在西侧的车道拓宽之后 将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偏移 分隔岛上种的路数也将遭到移除 市府新工处表示将不会在新植桥木 会改植矮灌木 不过民众认为南部的天气炎热 多种树可以遮蔽阳光 骑车就比较不会被晒昏头 左营最滑路西侧的车道拓宽之后 中央的车道被三角锥围了起来准备施工 因为中央分隔岛也要跟着往西移 让东侧北上车道可以多出一条车道的空间 西侧拓宽后由原先的两块一曼 共三个车道 改为三块一曼共四个车道 可有效疏解 现挂南下拥栽的车流 为了要将中央分隔岛拼移 市府新工处已经将南段分隔岛上的路树整个移除 北段的路树还没有被拔除 拼移之后不再新植大型的桥木 民众认为在路况可行的情况下 应该多种树 让机车骑士不会被太阳直射 也可以美化势容 有树比较舒服一点 对 你没有种树的话好像比较单调那样 不要砍掉 移到中间来还是移到旁边来 应该可以移嘛 真的很热啦 尤其骑机车 你如果没有 我真的受不了 而且这个红灯有时候都停了 都90秒100秒 我受不了啦 天气这么热 现在我们整个一个气候非常极端 遇到下大雨或是台风的话 中间的路树经常会断树根 那会造成我们在行车上的一些的 用路人上的安全 另外为加速本工程的进行 未来新的中央分隔岛将以 潮化线及防转栏杆为主 在路口处则还是维持实体的庇护岛 为了拓宽道路而移除路树 户树团体认为 要是翠华路车流是否会增加而定 虽然不重新种植大型桥木 但还是会种矮灌木作为分隔 里长则希望在人行道上 可以多种路树 一样有遮阴和美化的效果 新台式期限也要开通 那未来翠华路旁边会开路呢 连接去民族路 翠华路是否真的需要拓宽 我们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多的这两条路 其实是已经可以把很多车流疏导掉 它的连行道旁边 就是要种植一些的绿树 能够把我们整个一个翠华路周间 周边里面的做一个绿化带 全部的工程则预计会在明年六月完工通车 借着翠华路南北向将各有四个车道通行 以疏解翠华路的拥塞车流 翠华路西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最后北段的拓宽工程 在中央分隔岛完成偏移之后 东侧车道也会接续拓宽 并且完成两侧的人行道 完美的路行预计在明年六月完成 记者张世民 赖昌邦 高雄报道 来往高雄屏洞的开车组有一项好消息 随着高屏东西向第二快速道路的环屏二接通过 未来如果全案可行 预计将在六年内完工 这条全长大约22.6公里的快速道路 将大幅缩短高雄屏洞来往的车程 高屏县市开车组 不论是北上从台巴巴到高雄 还是再往北走 经顶巾系统交流道 在东西向国时 都会碰到车流交汇或是塞车 在忍耐点 行政院环境部 已经通过高屏第二快速道路 二接环屏出审 后续只要补证计划内相关项目 就可送到环屏大会审查 若全案通过加上施工期 预计可在六年内完工 让往来高屏地区开车组都相当肯定 表示可以疏解车流减缓塞车之苦 我感觉是只要有建设就好了 只要有建设就好了 对我们的交通方面 跟人流车流方便 而且能够带动地方的繁荣 但是品质也是要去顾 对啊 你顾品质比这就更重要了 你带好啊 给你做的好事哦 给大家方便啦 安全问题给他做的好 还要快的啊 好啊 好啊 大家可以平安回到这里 国家的整齐我们向高雄市的整齐好 高屏二块 当然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啦 尤其其实我们经常往返 跟屏东之间的两条道路 一个就是国道10号 一个就是巴巴 我们很常走的这两条快速道路 大概是每一走必塞啦 应该很少有遇到说 没有塞车的情况 那当然现在好不容易有 这个核定环品的情况 我们也当然希望 赶快最后环品大会 尽快来通过 然后加紧施工的脚步 赶快解决我们这个两条 通往屏东的快速道路的 容易回堵的情况 高屏东西向第二快速公路计划范围 将西齐左营区台一线 左营高铁入口东侧 再往东衔接国道3号为终点 全长距离大约是22.6公里 高加段约18.9公里 途径隧道则长约有770公尺 并共计有8处交流道的设置 若是道路工程计划通过并施行 地方里长相当乐见其成 但也提醒工程单位要做好配套措施 例如施工期间 平面车道分流或替代道路都要规划好 降低影响周边社区的通行 那其实任何的交通建设 对高雄只要有利 我们都乐见其成 只是在施工上 是不是会遇到所谓的交通黑暗期 那这方面的其他措施 我是希望政府能够去注重一下 不要说为了建这个交流道 然后让附近的周遭都很交通瘫痪 如果未来是施工的 重大的公共建设在施工的时候 想必一定是黑暗中在家 黑那一定是会让整个交通的问题 是非常 未来是会更严重的一段时间 那当然政府在施工的时候 必定一定要把配套措施 一定要把它做好 因为跟我们 丸子内这边的地区 包括到顶之辈的地区 两边的部落 未来的交通其实也是行息相关 高屏二块的建制 如同打通高屏县市 藍来北往的人都二麦 不用再因为北上进入国一系统 所要面临的塞车窘境 并且在完工后 从北高雄进入屏东国山系统 更是可以省下20分钟车程 而后续是否会因为道路连接的进行 以及经过路线去断征收的问题 导致二块道路工程延宕 都有待观察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为在前进区建国山路和中庸路 交叉路口的大楼建案 因为日前施工作业 没有做到安全处理 在灌江时水泥从高楼坠下 损坏了临近的住家屋顶 墙壁冷气还抛集到一辆汽车 工地立刻被高雄市政府 进管处勒令停工 处处拍下大楼高空水泥砸落后 盖满巷道淹没自家汽车的景象 一旁则是里长在询问工人 日前借过山路与中庸街交叉口的大楼建案 疑似作业不慎模板爆磨水泥混合水泥块 从高空砸落毁损一旁的住家屋顶遮雨棚 以及两台冷气 同时波及汽车与住户墙壁 就住在巷弄里的里长是恰好逃过一劫 可能是他在那个灌江 那个榜模爆开 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 我从那边 因为就在我们巷口嘛 我进去的时候 还没有 差不多我坐下来 等一下 啪啪啪啪 我就稍微把那个门 墙门打开看一看 哎呦好像是那个 农简峰啦 没有想到说是那个水泥會掉下来 没有想到这样啊 哦 那个包卡手把皮皮穿 还好我就刚过去 我就跟我的女儿说 还好 不然明年的今天 这是妈妈的鸡 是不是 整个下来 那个土壳的阿门土壤 差不多秋娃 秋娃 秋娃 啊我这个 周雨棚这个 整个都明明麻麻 然后呢 还有两台冷气 三个鸡皮 在外面 然后鸡皮皮就 三脑一台 跟鸡皮一台 两台都拍 事发后 建商立即派人清理掉路面水泥 以及可清理的部分 但住户遮雨棚成了雨网 屋顶受损 屋檐水槽被堵住 墙壁沾满洗不掉的工业水泥 还有可能无法修复的汽车 建商承诺会协助复原与更换 但却没有约定修复日期 建设公司有那个主任也是很配合 他说该修理 该换的 换新的 不能洗的 不能那个 他们都会换新的 要求说 你这种事情 你要有一个旗航 你不认为要拖太久 要有一个旗航 你放差不多一个月 一百二十二个月 你一定要给它做好 像现在冷气 我现在没冷气 我现在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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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 冷气 都可以 公司你该怎么样 你后续你该怎么样做 你要跟我们一个时间大概怎么样 要跟你们讲兴趣 对啊 民众表示 之前建案工地砸落物品的情形 就实有所闻 而水泥坠落事件后 老检处发现 施工厂商为办理模板支撑 与混凝土交织等安全事项 高雄市政府建管处 则是勒令工地立即停工 有一次掉一个铁干下来 刚好就差一点就砸到我们的住户 旁边那一家 第一层那个红色也还有啊 因为我们住在这一边 经常它就是这个东西 会突然掉下来 之前就有吗 偶尔啦 有一些啦 啊这个说实在话也蛮危险的啊 原一建筑法第89条 採取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缓 并至即日起热力停工 同时折承承造人积极改善 并针对建筑工地安全设施 全面检讨改进 历经高空水泥坚浑后 居民吓得不轻 希望建商遵守承诺 同时做好工程维护 保障周边居民安全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市区随处可以看到 涂鸦客和贴纸客 它们随意的行为 让市容环境面临挑战 涂鸦不仅破坏了创作品 修复上也有困难 而贴纸乱贴同样会让 电箱电感变得杂乱骨渣 甚至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市区常见有涂鸦客 神出鬼没就来上一笔 把街头空间当画布 在各个建物上随意喷漆 完成品多数内容 让人不懂含意外 破坏整体景观以及环境美化 更是让清洁人员困扰 另外随意喷漆在原有创作品上 修复同样耗费时间金钱 而不只是涂鸦客 贴纸客同样也让环保局 伤脑筋 电箱或是电线杆上 都有它们的中机 小小一张如同劝势文 要看到的机车骑士 還好吧 我覺得還好 就騎慢一點吧 可是那個WASSO是你們年輕人用語嗎 欸 我不知道 你也不清楚 我不知道 路過民眾有的不以為意 但在屢次貼了又濕的情況下 反觀條就難免剝落 原有電感油漆也東一塊西一塊 像是補丁一樣 相當不美觀 也會喪失原有交通安全警示作用 里長呼籲 貼紙安全警示很好 但隨意亂貼只會破壞四隆警官 行為實在不可取 就像這個污染 對這個取勇來說 這也不錯啦 希望說的時候 來打這種人 可以改善啦 算說的時候 為了交通的安全 用其他的方式 來鼓勵老百姓 這樣騎得慢 有這個邏輯的思想 這樣啦 讓大家行車 近期發現民眾失智 將其賣一點警示標語貼於電線桿上 雖屬熱心行為 卻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之規定 依法可裁罰1200元至6000元以下花緩 高雄市環保局呼籍 市民關心公共議題 應循正常管道 勿以回歸方式以身釋法 得不償失 高市府環保局則表示 民眾隨意張貼未經核准設置的貼紙或是廣告 依法將財罰1200元到6000元 同時也開放民眾檢舉 經查證屬實 財罰金額1200元以上 會發給監獄獎金 為了市隆景觀 請民眾愛惜環境 記者李嘉隆高雄報導 大家好 高雄市議會議長康育成 日前接同多位歷屆市議員 前往位在賢金區的舊高雄市議會 進行最後一次的巡礼 議長康育成表示 因為舊市議會公辦都更即將啟動 所以在工程進行拆除之前 來和同事以及議會前輩再來看議員 同時向曾經在這裡一起 為高雄民主奮鬥打拼的議員和官員致敬 完全沒有動靈的感覺 看到年輕的自己青澀的樣子 歲月不饒人 看著一旁20多年前 在舊議會質詢室的照片 現任議長康育成不禁感傷 時光飛逝 但也欣慰 在議會一起打拼多年的同仁 讓高雄市有不一樣的風貌 也欣喜見到議會同仁 隨著時間的歷練 共同進步成長 總統會議都令人覺得很感傷 感傷過去已經不會回來了 但是我們也很欣慰 就是說我們努力了二十幾年 我們看到高雄有不一樣的風貌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有的歷屆的議員 一起努力打拼下來的 也非常的不容易 雖然我們會嘲笑別人 所以以前太稚嫩了 現在就很成熟 但是那個其實也都是一種進步 渾身的歷練都在議員的臉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那時候我剛剛說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都很稚嫩 那我們同一時期的議員 那時候剛進來都很稚嫩 都還在學習 那學習歷練 那經過了我們都已經做了五屆 那其實對高雄市 對議會的規則熟悉度 都很有心得 那現在做起來真的是得心一手 就高雄市議會 歷經省霞、直霞 以及高雄縣市合併三階段的過程 至今已有六十年歷史 由於市府即將啟動原子公辦都更計畫 議長康玉成以及副議長曾俊傑 特別邀請多位現任以及歷任議員 來場曾經走過的問政巡禮過程 就議會巡禮 再看議員 再看一下就議會的樣子 其實我早上居然就 跟以前的老議員碰到 我都非常的感傷 因為這裡有太多年輕的回憶 不同市長的質詢、答詢 這裡有太多美好的回憶 那跟我站在一起的 不管是曾麗彥議長 還有曾俊傑副議長 旁邊的幾位議員 我們在這裡都有共同的美好的回憶 這些回憶其實都關係著 整個高雄進步的軌跡 我們一起努力過 我相信每位議員來到這裡都非常的 同樣的心情 高雄市議會辦這個巡禮的活動 最主要是想再看他一眼 再看這個舊議會一眼 一路走來其實看到高雄的進步 就是我們在這裡集思廣域 就是讓我們高雄更好 那相信今天辦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讓一些資深的議員 還有現任的議員可以回來到這裡 然後回憶起以前怎麼為高雄發聲 怎麼為高雄打拼 和現任議員同仁一起坐在 在昔日議會記者會召開現場 康玉成看著牆上的老照片表示 立憲議員為市政打拼 把關的身影都歷歷在目 也希望未來市府在都更岸上 能圓滿保留高雄民主的成長過程 繼續傳承給下一代 迎接2030年就議會都更完工後的新風貌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 高雄積極推展國際觀光 經過統計 上半年來到高雄的國際觀光客 以港澳旅客最多 有13.4萬人次 觀光局分析原因 主要是高雄的小港機場 和港澳國際機場的航線班次多 機場轉乘捷運便捷 成為港澳旅客旅遊的最佳選擇 高雄市觀光局 積極爭取國際觀光客到高雄旅遊 統計上半年到高雄的外國旅客 以港澳最多 有13.4萬人 其次是日本9.9萬 依序韓國每周都有7萬人 歐洲客則是3.8萬 觀光客對於高雄博爾特區 愛河等大型景點整治 與周邊飲食規劃都給予讚賞 像這個愛河旁邊 它做很多設施 有很多碼頭 倉庫 我覺得味道都做得不錯 台北比較沒有這樣 旁邊有很多那種小酒吧 Pub意思的或者是那種燒烤 都感覺很有異國的味道 大型建設還有整治交通 還有那個清潔這一部分 衛生這個改變非常多 真的我也覺得 是可以讓那個國際 國際客來我們台灣值得一游 為了行銷高雄 觀光局也祭出許多 吸引遊客的策略 包含與航空公司旅行社合作 也邀請大型企業辦理彩線團 讓團客進到高雄 我們也會跟這個航空公司合作 比如說像長榮航空 還有中華航空 那我們也會跟我們在地高雄的 飯店旅宿業者合作 那甚至呢也會跟一些 包括在港的這些出境旅遊的 相關的這些民間團體 那以及很多很多的這個 飯店旅行業旅宿業來合作 那其實今年我們就連續接待了兩團 兩大團好不好 來自香港的朋友 那甚至也才在上個禮拜 我們剛接待完一個大型的 組團社的這個活動 除了觀光局的積極佈局 小港機場便捷性更是功不可沒 不只搭乘捷運到高雄市區 只要30分鐘 串聯輕軌也非常方便 目前高雄跟香港有非常多的直飛的航班 那特別是香港到高雄直飛 只要一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很多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他們是FIT自由行的旅客 他們會利用禮拜五下班之後 就來高雄遊玩 應該全國少數喔 就是有這麼好的交通便捷的機場 因為我們直接與這個捷運連結 那特別是小港機場 出來到高雄的市區 最熱鬧的地區 其實只要15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高雄的市區 那甚至要再到其他的景點去遊玩 也都非常的方便 觀光局之後 會持續與航空業、旅行社、飯店、旅宿業合作 同時結合社群宣傳 提升高雄知名度 吸引更多旅客來到高雄 記者無沛山高雄報導 男子都會公園成立已經滿28年 由於園區內的遊戲設施和場所 都過於老舊 不符合現行的法規 因此進行了整件 新的兒童滑布場已經啟用 而嶄新的共榮式遊戲場也將在今年啟用 多項新的設施帶給民眾更完善的休息空間 寬闊的兒童滑布車廠 還有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地下停車廠的整件工程 圓燈的改善 還有一些廁所的部分等等的 這個都是整筆的那個經費上面去弄的 那營建署有高 當時候有給我們的8000萬 那這8000萬我們就陸陸續續 依照前道的騎乘來完成這些東西 這一次的整件包含一座兒童共榮性遊戲場 使用與園區經濟日軌地標相呼應的 時間之鳥為意象 建造時間之鳥遊戲塔 前方滑道是彎曲的鳥井 側翼變成攀爬架 整個園區是和2到12歲的孩童一同遊玩 我們里內只有一個小小的那個遊戲空間 就是溜滑梯而已 不然就是當槓而已 剩下沒有很大的那個小朋友 或是長輩或是成年人要運動的那個場所 當然都會公園能有一個共榮的遊戲場所 對我們里民是非常有幫忙的 當然希望假日或什麼 帶小朋友或是長輩一起到那邊去遊樂 或是那個休閒活動 那我們當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都有找一些民眾還有小朋友 來告訴我們他們想要的 兒童遊戲場的那個整體的發展 所以我們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時間之鳥的塔 還有一些一些敲敲板等等的 這些都是大家所希望的 那這個共榮遊戲場目前已經 完工了 那我們正在進行了一些 後續的應收階段 那期待可以很快很快 可以讓大家見面 而園內的停車場也因為漏水 以及過於老舊不符合現行法規等問題 重新整件 匯豐裡期望停車場能加緊速度完工啟用 都會公園旁邊有三棟台塘的大樓 都對那個停車量 我非常的需求 需求量非常的大 所以說 然後在外面停車都要2500以上 可是如果在都會公園裡面又是室內的 當然是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划算的 我們希望都會公園那個停車場的建造 快點能快點完成工作 然後給裡面一個很舒坦的停車環境 使用的時間久了 所以它有一些結構 它常常會有一些漏水 鋪面壞掉了 然後還有消防等等的這些 都是需要去做整件的 那目前因為我們本來就預計是在 今年 今年才開始把它發包 因為錢其實還是要依照騎乘來做 那我們希望是在明年的時候 可以把它完成 由於台積電效應 匯豐裡人口逐漸增加 停車位不服使用 里長期盼停車場快點完工 給居民更便利的生活環境 記者吳沛山高雄報導 看飛機不用花大錢 小港機場內就一個很棒的地方 可以觀賞和拍飛機起降 那就是二樓航下的飛機觀景台 不僅有觀景座位區 還有舒服的冷氣可以吹 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來走走看看 免費看飛機玩拍飛機 小朋友出遊囉 今天是戶外教學日 只見小朋友非常開心好奇 迫不及待 到底是要出什麼任務呢 飛機好看 主假很多小朋友他們有出國 回來會分享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帶小朋友來看看飛機 原來這裡是高雄小港機場 二樓航下站的飛機觀景台 一般民眾如果想要近距離看飛機 或者跟飛機合影 都會選擇到高雄國際機場旁邊的休閒農場 只有小港附近的民眾才會知道 機場內也有很棒的地方 可以觀賞或者拍到飛機的起降 不僅有觀景座位區還有舒服的冷氣可以吹 買上咖啡或是餐點來這裡 加上免費提供的望遠鏡 就可以很放鬆的坐在這裡觀賞一整天 專程過來的 視野很好啊 我是比較喜歡在後面的那個機場咖啡廳 可是比較好一點是 因為在這邊室內有冷氣就不會那麼遮 家住在這附近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也還不錯 它可以看到飛機很多 而且這裡很涼快 最主要夏天不知道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去處 由於小港機場新航下改造已啟動 不少來觀看飛機的飛機迷 也建議可以比較桃園機場 建立雙邊的飛機觀景台 讓飛機迷集旅客 能夠無死角觀賞飛機的起降 增加新航下的觀光效益 我們也有去過桃園機場看過 它就是兩條跑道 它就兩邊觀景台 所以我們就可以到處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哪邊有飛機的起飛 我們就可以趕快到另外一邊看 就是說我們可以一直轉換陣地這樣 國際線那邊 因為比較常從海外進來嘛 如果從海外進來的話 那邊下來的角度看會比較漂亮 飛機下來的角度會比較漂亮 不只能觀賞飛機 觀景台上也有各種飛機的模型展示 透過櫥窗也能長知識 建議民眾平日人潮不多時 多多搭乘捷運來到機場 不必人擠人 放鬆體驗觀賞飛機起降的快感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 左營龍華市場內有一家麵店 店家的鮮蝦餛飩 是用整尾的白蝦 老闆娘每天自己剝蝦去殼 包成餛飩 為了讓顧客吃到蝦子的鮮甜 不僅選用了爽脆的小白菜和豆芽菜 作為配菜 人烹煮的時間都有所堅持 一整尾鮮蝦加上混入油蔥調味的夾心肉 變成一整顆鮮蝦餛飩 為在左營龍華市場裡的這間麵店 主打鮮蝦餛飩麵 選用當日新鮮白蝦做材料 要讓顧客吃到蝦子的鮮甜 老闆娘選擇小白菜和豆芽菜 襯托鮮甜滋味 不只材料選擇有堅持 連烹調時間與湯頭熬煮 都是用心研究過 銅板價格CP值更是超高 吸引饕客一再上門 長輩吃了就喜歡吃這一家 所以禮拜六都會來買這樣子 哇 真的很厚 現在目前算銅板價的很少 CP值所以說很高 因為那個蝦子新鮮 吃起來就非常好 你沒有泡過藥的蝦 你一定是越煮越硬 外面有泡過藥的蝦 它是越煮越脆 可是沒有蝦的香甜 所以這種蝦子 我們是有經過時間這樣子下去 3分40秒是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經過很多的經驗下去 所以我一定用計時器下去 計時我的混沌 我湯裡面是用雞殼跟大骨下去熬製的 因為它會提出它的甜味跟鮮度 客人來第一個我會跟客人講說 你不見得要叫湯 你吃乾麵我附你清湯 也是可以的 除了鮮蝦混沌麵 店裡還有一樣招牌小菜 滷牛小健 為了讓顧客吃到牛肉的膠質與營養 老闆娘選用價格較高的牛小健 前天就提前入味 但有咬勁卻不失滑嫩 還味道十足 吃多筋的牛小健跟外面的牛健是不一樣 它成本會比較高 因為就像我們的豬肉 有雙板豬肉 有夾心肉 部位都不一樣 它這種牛健 好處的一點是多筋 普通的牛健是一斤差不多160 這種牛小健一斤就將近300塊 我是用平東砍頂的香油 龜甲腕的甘醇醬油 然後離錦雞蠔油下去熬製的 讓它滷了靜置一個晚上 讓它入味 有口感老少嫌疑 你老人家你不會太柴 那個雞你如果滷得夠爛的話 你那是會很有膠質的東西 是對身體比較好 所有的餐點不只美味 還因為老闆娘是飾脂體脂 一碰食品化學原料就會有反應 並且顧客吃的就是自己會吃的 選用高品質或有幸運的原物料 製作所有餐點 讓顧客吃到媽媽的味道 吃起來就是很像我們自己家裡煮的 不會說添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吃得出來的 對 吃得出來 就是那個吃起來的口感 因為它有對這個 它那個配料材料 它有堅持 它吃麵的時候也有講過 它對這個蠻堅持的 所以我覺得是蠻OK的 做吃的品牌 是我們後面的支撐點 我們最起碼不是說 用外面的整桶整桶的價位低的 沒有沒有 價位高 它有那個品質在 我們的說實在的 你後面有後盾大品牌幫你做支撐的話 我們也比較OK一點 老闆娘用心準備最新鮮安心的美食 顧客只要吃過都是給五星評價 更證明美味健康與價錢可以同時擁有 記者張世民 吳沛山高雄報導 沒有吃過包著水蓮的水餃嗎 左營區的這家煎餃店 內餡是用九層塔還有水蓮相當特別的組合 而煎餃的內餡也是主打肉菜一比一 如此獨特的內餡是店家精心的設計 每位客人都吃得超級讚 將手工水餃放到煎台再鋪上面粉水 起鍋過後的脆皮煎餃 外觀色澤非常漂亮 讓人想一顆接著一顆品嘗 因為它的水餃 就是下面有一個水很像雪花的那個樣子 所以就覺得好像蠻好吃的 然後感覺食材應該是蠻新鮮的 所以就想要嘗試看看 擺的會希望是清爽 然後沒有負擔的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菜可以多加一點 讓肉跟菜比例是可以一比一吃的到 然後也不會太多的油 那主要考量說我當初要煎要煮 那煮的東西它可能會減少它的油膩感 可是煎的話油膩感就非常重要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菜多 它會比較適合拿來煎跟煮的 店家最獨特的口味就是水蓮塔香 用水蓮作為水餃的內餡真的非常少見 吃過的民眾也覺得口感讓人相當驚豔 獨特的搭配讓人吃了超酸脆 餃子幾乎外負就是高麗菜跟韭菜 所以它是第三種我特別想出來的口味 那那個時候是想要做放一些辛香料的餃子 可是像九層塔 蒜頭 香菜這種東西 你加一點點它整個味道就會很重 可是我希望我的餃子是可以多一點蔬菜 然後多汁 所以那時候我就找了一個水蓮 它是一個帶一點蓮花香 可是又不會搶過九層塔的味道 那它又多汁 水分又多 所以吃起來會 在我所有的餃子裡面是會比較多汁爆汁的一種 飽滿的餡料咬一口就爆汁 吃下肚真的超滿足 用餐時間店家煎台完全沒停過 除了現場的客人 還有許多熟客會來店預訂 店家堅持現點現做 維持煎餃的最佳口感 記者潘之光 陳英軍 高雄報導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時訊息 除了準時收看港督新聞之外 也可以搜尋高雄都會台YouTube頻道 或FB粉絲團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就不會錯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是賴昌邦 我們下次再會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